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Patrick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Shopee的Alternative 但不是Lazada 也不是Ledlong 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 Marketplace 我们叫Marketplace 它叫Puma 今天我要上传我在1688 所买的那个产品 这个就是他们的网站 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听到最后 然后也把你的产品 加到这个Puma 因为现在它可能还小 没有什么人知道 有这个网站 Puma这个网站 但是Shopee 在几年前也不是这样 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是没有人 没有人注意到你的网站 但是你看Shopee 今天却是东南亚最大的 购物网站 那么我可以看到他们 可能在抄袭 这个Shopee 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区域 非常区域 是其他网站可能都找不到的 那就是Affiliate Marketing 那么它的 它的Marketing 就是靠这些Affiliate 来推广 来 我们 我那天有在1688 买了一样东西 我要把它 列入在这个网站 好 我们来继续做一下 我们去Seller Center 当然你要签购一个 签一个户口 签一个户口是免费的 我在这里就不掩饰了 我们直接去Seller Center 这是我的后台 那么我就Add New Products 那么我现在还没有Sales 还没有Sales 我在等 那么我的产品是Health and Beauty Supplements 我已经看了所有的Category 这是最适合的 我的产品 那么你scroll到上面来 那么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那些 Description Title之类的东西 那么我就Copy Paste 好了 Copy Paste 好 这个是它的Specification 它虽然很像Shoppy 但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这一点它就不一样了 这一点它就不一样了 金正黄 好 加了一个 然后Price 30块 SKU我就没有了 我就乱乱加了 STOP 5个吧 那天我买5个 嗯 然后我们就要加Copy 那些 Image 它跟Shoppy有一点不一样 这里加Image 会比较麻烦一点点 好 那么它才要的那个规格呢 是512x512 如果你加这个照片 等一下我们 我们也是给你看它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要注意的事项是在哪里 那么它的那个Pulse Size 将会是这 多大 9CM x 6 我的是9CM x 6 CM x 16CM 好 那么我只有Postadju 它也没有JMD 所以我没办法 我一定要用Postadju 那么你如果想要知道这些照片 你到底能不能接受 before你publish你的product呢 你先save一个Draft 你saveDraft 好 它就会告诉你 Ratio Image For Image 1 512x512 Square Image 它要Square Image 它不能够接受其它的Size 只要它不是Square 它就t回去了 然后你正方 你一定要正方形啦 Square也是正方形 你要给它长方形也好 什么Size也好 它都不会接受 它一定要是Square Image 那么这个我就点掉 再加过 刚才我有Resize过 那个同样的Image 这个是它的Image Resize过了 就变成这样 那么就打开来 这次你save一下 好 你看 它就给我通了 就给我通过了 但是它还没有publish 我还没有publish 就是save as drop 那么其他的照片 我待会再回来 好 我把它加完了全部 之后我们再publish它 好不好 好 我resize了我的Image 全部都是跟着 它的规格 它的规格 1 to 1 它一定要是1 to 1 Square Image 就对了 那么这些都是 第二的 刚才加过了 所以我加第三的 然后4 然后4 然后5 然后5 6 7 8 OK 这张我就不加了 那么 tout read啊 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直接就可以save and publish 好 product added 好 product added 就加 就产品就加在 啊 那个 boomart 那么 boomart 有一个很特别的 那个 feature 就是 啊 啊 shopee没有的 就是affiliate marketing 好 那么 affiliate marketing 是怎样算的呢 它就叫bonus 它不叫affiliate marketing 不叫affiliate commission 啊 其他东西 它叫bonus 好 那么你的产品 如果人家 买的话 你会给多少%的cashback 啊 就是cashback 就好像discount一样 然后referral bonus 就是 如果有人用 一个 另外一个人的link 他在 他可能 那个人 就帮你 推你的 你的产品 那么 如果他用他的link 来买的话 那么 那个人 做marketing的人 他会得到多少%的 那个referral bonus 啊 这个group bonus 是以后再讲 啊 那么bonus 这些bonus allocation 一定要进 这样子 你的mobile app 那边 它才会出现 啊 不然的话 它是不会出现了 那么人家就 你就失去一个机会 人家帮你退 你的产品的可能性 啊 那么这个要记住 啊 来 好 大家看 啊 这是我的手机 啊 其实这是这是我的手机 啊 那么我的手机里 有设计 那个boomart 啊 有设计 boomart的app 啊 boomart的app 那么你可以 点击 那些我点这个 啊 那么你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哈 下面的 小数字哈 0.14 ringgit 加 up to 0.14 referral bonus 啊 这边有写着哈 很小 但是还是可以看到哈 啊 意思是说 如果你 你买的话 他会给你 0.14的cashback 然后如果有人 refer这个产品 然后又成功销售的话 那么你也得到 14分的referral bonus 啊 当然referral bonus 很少 啊 你看的很少 当然你要去找哦 啊 有一些价钱比较高的 可能就会比较 比较好 呃 那个bonus 一点点 啊 这个1块36也不多了 好 大家看这个产品 啊 就是 你买的话 他会给你cashback 7块34分 然后 你referral refer的话 他会给你 也是给你7块34分 啊 你可以直接share 啊 那么他就会有 你的athlet的那个link 在里面 那么 如果有人按 按进去 他买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赚 呃 7块34分 啊 这个客团 跟shopee 就有一点不一样 啊 好 这个啊 嗯 他虽然现在还小 还少 不是很多人认识他 也没有人 很 也没有很多athletes 啊 但是我可以看到这个一次以后的趋势 啊 以后的趋势 有很多人想做dropshipping 这其实 如果你严格上来看 他也是一种dropshipping 啊 你不用收stock 啊 什么都不用 啊 你不用出本钱 你只是要 只需要 帮他推销这个产品 你就可以 啊 赚钱了啊 啊 你甚至不用 不用setup自己的网站 如果你做shopify啊 dropshipping 还是要dropshipping 还是什么 还是要设立自己的网站 啊 这个连网站都不用了 啊 也省了起来 然后你直接可以推他的产品 那么我认为这个是比较 可以 容易 开始的 那个 一门生意 好 今天的 啊 分享就到此为止 啊 我希望你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点个赞 share我的那个视频 然后 啊 啊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好 谢谢拜拜 再见 下期见